新冠病毒 开放之前要有充分的前置时间 现在百工百业缺工很严重 各种原物料价格波动也很大 如果纵然开放 各行各业势必反应不及 反而有失政府美意 所以本席要呼吁政府应急召集 国内商业工会以及劳动工会 延商开放前的准备与配套措施 尤其应该要制定开放蜜月期的经济刺激措施 才能够促进国际观光 以及国内商机的回复 第二 政府必须要配套修法 放宽过延的管制规定 两年前 本院制定新冠肺炎特殊条例时 新冠肺炎的致死率很高 国内也是严格的清零政策 因此 处罚违反隔离或检疫规定的罚则相当重 例如第十三条 不遵行此事而有传染或他人之余者 要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或者二十万元以上 两百万元以下的罚金 又例如第十五条 违反隔离或检疫措施者 分别要处以二十万元以上 或十万元以上 一百万元以下的罚还 以上罚则 处罚下限都很高 导致行政执行上面没有弹性 未来开放边境 国内要与病毒共存 连口罩可能都不用戴之后 国人以及国际旅客 不胜处罚一定大有人在 反而会造成政府管制上的困难 因此政府应该要未雨绸缪 在本会期提出修法 至少要取消处罚的下限 增加政府行政裁囊空间 才能够避免可能会出现的乱象 同时为了因应新冠肺炎流感化 政府应该考虑将新冠肺炎从第五类传染病 改列为第四类传染病 调整通报与管控机制 以协助社会真正与病毒共存 最后第三点 开放边境是当前国家最重要的大事 本席要请蔡英文总统 提升为国安层级作为因应 请蔡总统 尽快召开国家安全会议 针对开放边境后 以及后疫情的时代管理 要求政府进行全盘审视与规划 真正谋定而后动 超前部署 稳健开放 以避免各种乱象可能发生 谢谢陈委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猪白 毕 twee